我国封建社会的每个王朝,都无法避免灭亡的命运,要么被农民起义推翻,要么被北方的少数民族所灭。 但是,每当皇权受到挑战时,旧王朝都要做一番垂死挣扎。虽然旧王朝已经腐朽没落,但由于根深蔽固,掌握着庞大的国家资源,所以,他的灭亡也不是一下,两下的事情,都要经历长达几年的战争。 唯有清朝,几乎在转瞬间就灰飞烟灭,快得几乎使人无法想象。 关于清朝快速灭亡的原因,已经有很多乐数,都非常详细,精辟,但还有一个原因,长期被忽视,甚至很少被提及。 清军入关前后,对蒙古、新疆、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,采取和缓政策,减轻了名,清交接的阻力,这些地方的百姓也免受战争之苦。 但是对中原汉族,却采取了残暴作法,比如嘉定三徒,扬州十日屠杀,留发不留头等等,与日军的兽性没有两样。 清军的残暴兽性加深了人们的抵触,尤其一些文化人更是抱着王国之痛,而与清朝决裂,王传山就坚决不做清朝的官,而也居在湖南衡阳的阳泉镇。 清朝统治稳定后,采取了一些缓和矛盾的做法,比如顺治,康熙两个皇帝的年号,就是封条与顺,百姓安康之意。 但清朝统治者在心里一直害怕中原人们的反抗,与中原人们保持距离,嘉庆、道光两个皇帝的反骨改革,在加重清朝暮气的同时,也使统治阶层与中原人们更加疏远。 虽然反清复明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渐渐消沉,但清朝一直没有从心里上获得人们的认同。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,英法联军向北京进军途中,老百姓竟然争相卖东西给洋人,令洋人大吃一惊。 而更吃惊的还在后面,英法联军在直立附近杀了几个老百姓,参与谈判的清朝官员,竟然暗示洋人,使老百姓袭击洋人,而被误杀。 后来的义和团虽然支持清政府,并喊出了扶清灭洋的口号,但从口号也可以看出来,义和团把自己和清朝、洋人,放在同等的地位,而并没有归顺到清朝统治之下。 清朝与中原人们的隔膜,也蔓延到统治阶层内部,当李鸿章、张之洞等晚清重臣失事后,清朝对中原人们的约束力,很快就荡然无存。 还在辛亥革命之前半个月,四川区区一个县荣县,就宣布独立,脱离清政府。 辛亥革命后,南方各省就像推翻多米诺骨牌一样,纷纷脱离清政府,宣布独立。 而新政府剩下的庞大屈窍,则成了袁世凯与南方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。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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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